厨长这是在马队长家里搜查到的 四字拿回家的绝密文件 血神的千古 如照额眉风 额眉风还他妈独照 科学浪漫主义气质啊 忠心耿耿马队长 惨遭算计成我党 拙劣的马魁 硬是凭借作死的尽头 先是惹恼于泽成 随后又得罪了鹿乔山 最为致命的 就连战场无尽中 都觉得马魁的拙劣 术师拙劣 活该被于泽成设计成 我党潜伏于军统内部的高级卧底 额眉风 算上马魁 天津站的四位领导 马魁独领风骚 得罪了三位 就连战场大蜜红中 都为了能够继续照顾嫂子 成功站到了马魁的对立面 所以 马魁不得不死 内政处让我们派个人去参加他们的会 让马魁去了 以前都是他去的 马队长最近很忙 根本抄不开身 要不让陆处长去 为了表忠心 精心设计了一处戏码 准备给一心忠于党国的马会 送上一份天大清洗 更重要的是 有了佛刊卧底 延安的准确消息 那于泽成的戏码 就能顺利实拍 所以 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于泽成 恰巧碰到了特定的人 陆桥山 以后工作 你死我活 于泽成恰当的时机 瞧面的设计 就是为了把陆桥山带往 左兰和马魁见面的插管 只是 路途虽短 但不能浪费时间 于泽成还需稍许挑拨 让这位副战长有力竞争人选 始终对前有力对手马魁 时刻保持着心中的怨恨 小陆 嗯 药店那个案子我记得 应该是你掌握的吧 太小人了 啊 从我的手下继续情报 强先下属 别生气 就只是一次闲聊 就只是一句看似安慰 实则别有用心的重要铺垫 于泽成便成功挑起了陆桥山对马魁的怨恨 只是挑拨不能太过 要有度的考量 过了 会让别人发现你是别有用心 少了 就达不到借刀杀人的最终目的 所以 等到对方怨气爆棚 等到对方有怨无处发的时候 于泽成就该上场了 帮对方指明前进的道路 帮对方找到搞掉马魁的有力证据 哎 老陆 前面帮我拐个弯 在那 嗯 对 老陆 从这边走 左拐就能找到原路 好 嗯 谢谢啊 顺着于泽成手指的方向看 陆桥山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马魁和左蓝秘密会晤 看到了马魁即将倒台 更看到了副战长的位置 正在向自己招手 所以 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何办 那就看你陆桥山的了 桥山 交换的具体事宜 你直接与共方商量 是 时间 地点 要抓紧 要快 佛看还能少吃一些苦头 是 站长 我最近又发现了点新的情况 不知道 当讲不当讲 当讲不当讲 那到底是讲还是不讲 陆桥山的这句话 到底有着何种含义 首先这次汇报 涉及到了天津战高层 更是自己无意间发现的重大情报 而作为不相干的闲杂人等 余泽成的存在实属多余 还有着泄密的可能出现 更何况 就连吴战长最为自豪的佛刊 都被我党当成了谈判筹码 自然得孝心提防 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学生 自己的兄弟 吴战长 我先 巴鲁军那个女代表 至少跟马队长秘密接触过两次 能确定吗 确定 倒是我亲眼看见的 而且前面地点 非常的隐蔽 在什么地方 所有情况 余泽成走后 陆乔山向站长汇报了自己的重大发现 更有着时间地点 乃至会晤了几次的详细说明 所以 马规的结局可想而知 而接下来要做的 无非就是落实证据 至于这个证据 到底该如何落实 那就得总导演余泽成亲自上手了 所以他找到了关键证人 吴战长的大秘 马夫人的知己 马魁酒后图真言的亲兄弟 红忠 红秘书 马队长以前请你喝过酒吗 没有 交难一回 你喝醉了 就睡在他办公室了 对 我睡到半夜才起来 站长办公室的钥匙 那天你戴在身上吗 我每天都戴着呀 怎么了 没事 就是问问 因为那天九点左右 我看见站长办公室的灯亮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小引导一下 轻轻透露一点 一向擅长酒后土真言的红忠 就这样轻松进入了 于泽成的圈套 马魁距离所谓的峨眉峰 就差三个领导的态度 以及重要证人 红忠的指振而已 对于泽成来说 如果马魁没有威胁自己 如果马魁没有暗杀 吕宗芳 抓捕邱掌柜 也许他能够活到最后再下见 可有了迫害自己的战友在前 马魁的结局就只有必须除掉 您去重庆 为带局长置丧期间 有一天晚上 我路过您的办公室 看见灯还亮了 我以为您回来了 我就进来了 看见 看 看见 马魁马队长 打开您这个抽屉 看一些文件 这个抽屉 领导办公室的抽屉 一般有着明确的用途 一种是用来放置不重要的文件 一种是用来放置自己的私人物品 来自特殊爱好的特殊摆放 至于这最后一种 那就是放置绝密文件 需要枷锁 需要自己人贴身保管 可于泽成都说了 马魁打开的就是这个绝密抽屉 而这个抽屉里 价价放的就是佛刊的点文往来 所以 证词有了 真人也有了 唯一缺少的那就是自己人又该如何解释 马魁是如何打开这个绝密抽屉的 先由马魁偷看战长绝密文件 后有我党以佛刊交换酋长会 时间对得上 证人证词又不缺 于是 马魁就成了除吴俊忠以外 代老板之后 第三个指导佛刊存在的人 所以 马魁不是卧底 谁是卧底 马魁不是俄明峰 谁是俄明峰 更何况 对陆桥山而言 马魁更是自己竞争副战长的枪有力对手 只有马魁倒了 自己才能坐上副战长的宝座 所以 这个人必须除掉 这是英国生产的钥匙 信音以后五分钟左右 自己会消失 想要再看的话 他得用祸 出来了 拿出来了 峨眉峰 佛刊已落网 与秋交换计划不变 祝平安 信是写给峨眉峰的 与秋交换计划不变 也说明了 秋不是峨眉峰 那 那 那只能是马魁了 陆桥山的这句 马魁就是峨眉峰 到底有多大的重量 想必在场的三位心里都有数 况且 马魁的下场 更是早就注定 先是调查领导 随后窃取同事功劳 紧接着更是威胁于则城 所以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朋友的敌人 更是我的敌人 哪怕这个敌人 如何捉猎 哪怕这个敌人 如何可爱 那也得一刀毙命 更得给这个一刀毙命 找一个变无可变的理由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在重庆查了三十几个人 人在天津哪 付出的代价归惨重了 把我的佛刊都打进去 站长 能因此划出峨眉峰 也值得 值了 对陆桥山来说 马魁倒了 确实值了 对于则城来说 马魁成了峨眉峰 自己就安全了 也值了 可对吴敬忠而言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马魁 就把自己安插多年的卧底佛刊暴露了 那就不是值了 而是赔了 只是吴敬忠似乎还没意识到 或者压根他也不想意识 整个天津战已经失控 已经破网捞鱼 毫无秘密可言 哪怕马魁是被冤枉的 这个时候也不能平反 就算为了佛刊 也得争一口气 何况 为了顶死马魁 陆桥山更是早有准备 处长 这是在马队长家里搜查到的 私自拿回家的绝密文件 私拿绝密文件是什么性质 有了如此重点强调 哪怕最后确定马魁乃是被冤枉 鲁桥山也能达到自己的真实目的 那就是搞掉马魁 尚未副站长 只是从马魁的家里 发现的不只是绝密文件 还有一幅 表起来的绝美大作 而接下来 就是整部潜伏最伪经典的画面 断着手无尽忠 再次贡献金句 《雪山千古冷》 《独照鹅梅峰》 《鹅梅峰》 还他妈独照 科学浪漫主义气质啊 《朝霞映夕日》 《凡背半清风》 《雪山千古冷》 《独照鹅梅峰》 这是蒋介石于1935年7月 登上《四川鹅梅山》所作 《游鹅梅口栈》 如果说吴敬忠不清楚 陆桥山不知道 于泽成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吴敬忠的那句 《鹅梅峰》 他妈独照 就彻底给两位明明知道 而装作不知道的人 吃了一颗定心丸 啥意思 这就是敲定 马魁就是鹅梅峰的证据 这就是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马魁 到底还是拙劣的强有力证明 所以马魁就是鹅梅峰 谁来了都不好使 吴敬忠说的 至于所谓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那就得拙劣的马魁 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了